冷空氣接力報導 尤其到了禮拜五 天氣會變得更冷更冷 尤其是北部地區低溫 可能只剩下個位數 要達到寒流等級 所以趁現在民眾要開始來添購羽絨衣 羽絨被 買氣增加五成 強冷空氣來襲 天氣變得冷氣 像我身上這樣 保暖的羽絨衣 買氣近期 大增五成 輕柔蓬鬆的羽絨衣 市面價差很大 挑選更要注意妹妹嘎嘎 一般來說 鵝絨的熔朵更大 鎖住熱空氣的效果比鴨絨更深一籌 手眼病用 還要一摸二鴨三標示 摸摸羽絨衣 魚根比較少的 鴨碗會回彈的 都是保暖比較好的 挑選羽絨衣的時候 並不是說 你挑的越寬大越好 而是挑有一點合身 這樣子空氣感才不會進去 冬天要蓋羽絨被 行情更從五千到四萬元 價差可以來到八倍 CP值最高的方法是選充容量 大約四百五十克的羽絨被 上層再疊加毛毯最能保暖 但不論買不買羽絨被 都要做好保暖準備 因為這一波是逼近 寒流等級的冷氣團 今天開始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 或是今年第一波寒流的影響 從北到南各地溫度會明顯的下降 周二入夜就會明顯降溫 周四周五還會最冷 尤其北部地區低溫恐怕剩下個位數 中南部低溫也只有十度至十三度 目前這一波最低的氣溫會在星期四 夜裡到星期五清晨 目前預過的低溫在馬祖是七度左右 金門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的低溫在九到十度左右 這一波寒冷的時間也比較長 可能到二十六日才會回溫 年末充滿寒意 保暖可別大意 記者河仁凱流之台北報導